欢迎回来 来自台湾的消息 继美国和台湾签署防疫伙伴声明后 欧盟 捷克和加拿大都与台湾中研院合作抗议 现在台湾与澳大利亚也达成了酒精与五纺部等防疫物资的合作 其实澳洲本来就是我们重要酒精原料的供应国 所以其实台湾跟澳洲我们是互补的一个状态 能够希望彼此能够攜手来共同对抗武汉肺炎相关的疫情 能够满足两国人民的一个防疫的需要 那更重要的是澳洲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相近的伙伴 这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当然持续保持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 台湾跟澳洲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深化全方位的一个伙伴 实质合作有好关系跟商务贸易往来 经济部宣布台湾与澳大利亚达成防疫物资合作 澳方愿意提供台湾100万公升的酒精原料 可生产422万瓶 台湾也同意在国内产能充足的情况下 提供澳方购买三吨五纺部材料 澳大利亚驻台代表办事处今天在脸书刊文表示 谢谢你台湾 很高兴合作让双方人民加强健康 青唐人亚台电视综合报道